现在要讲到这个 传统药物癌症治疗的相互作用 就是所谓的打架 你用化疗你用中药 一起用会不会打架 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问题 中医方面一般上他们 比较不关注这个 在我们这边西医方面我们比较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能不懂你们知不知道 这边我们有碰过病人 就是有副作用 就是用了中药之后 他的肝出现问题 在快乐的同时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我们比较感兴趣 比较注重 这什么意思 很多时候病人来这边 他们有偷偷的 他们有用中药只是没有讲而已 有时候西医也没有问 西医没有问 西医问了你们也 就是不要讲 其实你们要用的话 西医也不可以阻止你们我们也不可以阻止你们 只不过你有用的话那起码我们可以做个记录 万一你服用中药 跟化疗一起用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 西医会知道说 为什么你的肝有问题 为什么你肾脏有问题 我给的西医要化疗 一般上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有时候他们要做个记录 这个也是在帮助自己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说 经常有人说 我听说随随随吃了什么油炖草 随随随吃了什么豪猪找很好很好 我可不可以吃 就听听听了 听了之后吃了以后是花了几万块 你们知道这些豪处长很贵 没有没有听说过 很贵几万块就花了几万块吃了还是这样 也是那个肝也是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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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这个是什么呢 我要跟你们讲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什么你们知道了 胃啦 我们的肚子 这个是肚子 这个是食道 这个是胃 这个呢是代表 这个是传统药物 中药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化疗 癌症治疗 我们西医方面很注重这个 就是说你的化疗 你的化疗和你的中药会不会打架 会打架 这个是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关注的 这个是胃 现在是这个中药呢 跟化疗在肚子里面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是说分开两个钟头吧 分开三个钟头才吃 主要只能避免这个问题 就说只要只能避免说他们在胃 不会碰面 不会打架 这样而已 没有其他的意思了 就是说如果你的中药 跟你的 有些类似口服化疗药 口服化疗药 口服化疗药 你吃下去 你两个钟头之后呢 你才服用中药的话 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是什么 一个人的身体 这些都是血 血 我们的那个 system 血液的system 可是在胃里面没有出现 不代表说在血里面 不会碰见 因为呢 那个化疗药 你吃下去 然后他就 你的身体就消化了 把它带到全部的地方去 中药也是 中药吃下去 它消化之后吸收 把它带到全部地方去 所以呢 他们会在血啊 肝啊 很多其他地方碰碰 所以那个两个问题呢 那两个钟头只能解决在胃里 没有碰见而已 可是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没有解决啦 这是一个问题啦 只是给你们讲一下 因为中一方面 这方面他们就 没有什么太过注重 这个是什么 癌细胞 这个是坏的细胞 坏细胞里 它都是大大力啊 它的那个壳啊 那个中心壳就是很大力 这个是正常细胞 我现在show 只是show一个 一个概念给你们啦 正常细胞是 正常细胞是 可能是你的骨髓 你的胃 肠胃捏摸 头发 皮肤 这些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正常细胞 癌细胞在这边 你们认为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个是坦克车啦 坦克车一一 色色一一那个 那个过去的话 什么都炸 炸到完呢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化疗 这个化疗呢 所以现在一个人他有肿瘤 肿瘤 肿瘤上身在这边 他有其他的好细胞 他就接受化疗嘛 接受化疗以后 很多时候化疗 我们是跟人家讲说 化疗是瞎的 他打下去呢 他好的细胞也杀 坏的细胞也杀 所以这个化疗的话 收化疗来讲 打进去之后 他就杀肿瘤细胞 他会停在这边 应该不会停的 他会再继续 就好的也杀 坏的也杀 当他杀 当他杀好的时候呢 什么问题呢 你就有所谓的副作用 他杀好 他杀坏的话 就好把肿瘤细胞杀掉 把他杀好的话呢 就是你有副作用 就是卸肚子啦 皮肤黑黑啦 呕吐啦 掉头发啦 这些就是副作用 我们再回去看看这个图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恐怖版的 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是一个想象 这个跟你讲解释 这个是 他来这边就顶住 那个挡住那个 坦克车吧 对吗 这个就是好像那个化疗 他就挡住那个化疗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 如果很多时候呢 很多人还没有 还没有化疗之前 或者化疗当中 他们喜欢吃什么 中药也好 什么也好 很喜欢吃补啊 什么都是补 什么都是补 如果你补的话 有这可能性吗 这个补药呢 在这边 挡住这个化疗 那怎么办 是好吗 这样是好吗 为什么呢 因为你太 因为 对不起 要太快了吧 在这边的话 他就挡住了那个 肿瘤细胞对吗 肿瘤细胞 就没有被 杀掉了 当然你也没有副作用 因为什么 因为你的好细胞 也没有被杀掉了 如果他在这边呢 就好吗 就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保护了你的好细胞 坏细胞呢 他就没有保护 所以呢 他就可以杀掉 在这边顶住他 好细胞你就没有杀到 所以一个理想的情况啊 就是说 一个理想的情况 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要的 就是说 只杀坏的细胞 好的细胞不要杀 可是 我们西医 我们西医有时候 有这个概念 怕说 如果你吃太多补药呢 我们不知道你的补药 会不会补你的什么 你的补药 他会不会站在这边 哎呀对不起啊 他会不会站在这边 所以有时候呢 我也是不大鼓励 吃太多补的东西 吃太多补的东西 不是说什么都要补的 有时候 待会我会讲一些东西 你们明白这个概念吗 我经常跟病人这么解释 我不要说 哇吃灵芝啊 吃人参啊 吃虫草啊 我画一道具体吃这个 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 ok 西方面 为什么我们会注重这个 相互作用呢 为什么呢 他会 可能会提高 出血的副作用 化疗呢 他医治你的骨髓嘛 你的骨髓被医治的话 会出现问题呢 你的白血就会少 红血就会少 还有那个 血加板会少 当你的血加板少的时候啊 你们懂血 血加板是拿来做什么吗 血加板是拿来凝血的 如果你血加板太低的话 你就会 可能会出血 就 不会止啦 如果在同时在服用 如果同时呢 那个人又在用那个 活血化育的药呢 如果用 用 用比较多的 但有时候 有这样上网就看说 这个 用什么银腥啊 用什么山明啊 什么鹅竹啊 用什么 红花这些 很好的话 可是呢 你可能会产生副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红花这些活血化率嘛 有可能会提高 出血的副作用 有可能 我不是说一定 我说有可能 所以要注意 所以一般上呢 如果病人在服用中药 在有化疗的时候 我会跟他们讲说 要注意出血的现象 什么牙齿有没有流血啦 身上有些黑青啊 这些都是要注意 如果要吃的话 就是要注意 可能会提高 腹血的副作用 这个我经常看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啊 被诊断有化疗之后 他们就做什么呢 突然间 他的饮食就变了 变成ABC了 懂什么是ABC吗 Apple Bitroot Caret 突然间变成ABC 什么肉都没有 突然间 全部就很高纤维啊 很高这些东西了 就导致他会有腹血 有时候呢 那个化疗呢 有些化疗 会引起 那个腹血 为什么 因为他伤害到你的 那个肠胃粘膜吧 肠胃粘膜被伤害的话 就是可能会腹血 所以呢 如果那个人呢 就经常用 这个ABC也好 或者用 喝很多 不知道你们听说 还没化疗之间 就喝很多 椰子水啊 羚羊水啊 这些很多啦 有时候呢 他们就来这边 开始就 问他们大便什么样子 他们就说 已经开始是有点腹血了 所以我跟他们讲 要注意这些 就减少那些太凉的东西 所以你们要记得一下 这个呢就是刚才我讲的 怕那个 iSPA 会可能受到保护 其中一个抗肿瘤药呢 就是Doxal Rubicine 红色的 如果 有 有乳癌病人的话 他们有用过红色 那只红色 打红色药水的人 他们可能就知道 那个呢是 他怎么杀细胞的呢 他其中一个 杀细胞的方法呢 是 产生自由基 你们懂什么是自由基吗 就是free radicals 或者抗痒 就是自由基啦 自由基呢 就这个红色的化疗药呢 就产生自由基 来杀细胞 如果那个人服用很多抗氧化的东西 好像 维他命C很多啊 或者什么grips extract mushroom extract 这些 有可能啊 我 我是说有可能 有可能会 影响到那个化疗的那个作用 可能会 因为他可能 会保护到你来 有可能啊 这是一个 讲而已 还有中药可能会影响化疗的代谢 有些中药呢 已经被确认了 可以影响到你的肝 我们身体的主要的代谢 那个代谢的那个 那个 脏腑呢 就是所谓的liver 就是肝 我们吃什么啊 什么药什么东西吃下去都是肝 要做工 那肝要排毒 有些有时候呢 我们化疗 化疗确实有毒的啦 有些化疗是需要肝的那个功能 来把它排毒 所以那时候呢 如果你服用中药 刚好 刚好 影响到肝的话呢 可能就会影响到那个化疗的那个代谢 就可能会影响 也是会可能 就就影响到那个化疗啦 可能会引起脏气的功能 OK 有些 有些那个 中药 有些中药 确实有毒的 不过新加坡是好在是说很多有毒的中药 新加坡是没有的卖啦 很多没有的卖 不代表说没有的卖 不代表说 就拿不到 不时不时上网 网上定很容易拿到一些药的 我们也是有一些海外的病人 OK 什么有时服务的中药呢 会影响到脏气的功能 如果想说 说过一些化疗呢 会影响到肝 一些肾 OK 如果你们一些出名的一些药 会影响到化疗 会影响心脏 肾脏这些 如果用的中药 刚好你会影响这些功能的话呢 就说可能你的副作用就会增加 OK 还有 有些 中药呢 它会影响到你的水盐代谢 就是 经常会碰到很多病人 刚刚讲过 会服很多ABC 很多排毒餐 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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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这些 来的时候他们厌血发生什么 他们甲盐很高 甲很高 就是Petitium很高 有些中药呢 含的甲盐也是蛮高的 所以 如果含你甲盐高的话呢 也不是很好 因为有些 有些化疗呢 有些化疗呢 也是会影响到你的水盐代谢 打个比方 就是Cisplatin Cisplatin 肯定会影响到肾脏 会使那个人 失去很多甲 甲跟钠 这些 会小便 就是失去这些甲跟钠了 再也会影响到肾的功能 如果那个人刚好服务的中药里面 含很多粒水的药呢 粒水的药就是小便的药 可能那个人会失去更多的甲跟盐 甲钠这些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要注意 还有这个也是我们最关注的一个 可能会 沿着受感染的症状 这个 化疗 其中一个最严重的副作用就是发烧 你懂为什么发烧是最严重啊 因为发烧 万一你的抵抗力 化疗影响了骨髓 骨髓影响 别说影响的话 你的那个白血球就下降了 白血球下降的话 你就没有那个抵抗力 那怎么办 你发烧怎么办 就是打败仗 因为你身体根本都无法打仗 一个正常人发烧 我们不用怕 因为正常人他有抵抗的这些 最多吃下Bandadol 多一两天没有好 就看医生 肿瘤病人不可以 如果在化疗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一定要看医生 我们要验血 看他的白血球 高还是低 白血球低的话 一定要接受治疗 这个时候呢 就要打抗生素 静脉抗生素 如果假设那个人不知道 他去服用中药的话 可能他用羚羊啊 用大清液这些清日解读 用下去的话 可能他的烧退了 有可能他的烧退了 他觉得他自己好了 不过我们不知道感染还在不上 因为那个烧退了 烧退了不代表说你感染就没有了 不是这样讲话 烧退了可能你感染还在里面 只不过 你那个药把那个烧折了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